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掰好久不見的觀眾朋友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達達特工的造型 而且是技能造型 聽說這個造型我之前已經選過幾次了 但是都沒有給他選到進化 他連造型的進化很像都不太一樣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就來給他簡單的看一下吧 我們等一下要選的是守衛者足球跟燃燒品 所以是守衛者是持續時間 足球是速度燃燒品的話是我們的金錢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就是再來打一下突破吧 不是突破主線挑戰吧 反正就來看一下好花田外鄉隨便挑幾個來感受一下 順便來通關一下 也不知道這多的基因能幹嘛到目前為止 好如果這個情況下 好啦我們選守衛 85關的話對於這個帳號而言應該也是隨便打 就算有帳號東西亂選應該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們就把沒有東西 有那麼神嗎 如果等一下沒選到的話我就要重新開始了你知道嗎 應該沒那麼誇張吧 誒不是吧 等我一下 有了 誒沒錯開局之後就好多了 丟出一個可以彈射的足球 然後我們的足球長的是不倒翁 他會滾耶 就這個足球滾的比那個 比原本的造型好一點點 我知道為什麼啦 因為我現在選這個角色然後他會非常高機率出現守衛 所以代表說我現在武器原本就要選三個 然後我本身又拿一個超武然後守衛又很常出現 所以代表說我一開始只有四個空間可以選 啊我四個空間剛剛選了兩個空間我就整個就廢掉了 好吧現在什麼都沒有怎麼辦 我們再選有了燃燒瓶 燃燒瓶 誒不對啊 你不應該有火焰啊 你這個是蛋糕誒 你這個蛋糕丟出去怎麼會有火 而且為什麼這個火那麼久 等一下剛剛是BUG 啊這邊又有什麼東西 燃燒瓶 組合好先把石油在這拿出來 我總覺得他應該把火拿掉誒 對啊他多了這個火感覺有一點詭異 誒對蠻鬼的蠻鬼的 然後接下來是守衛者 誒還沒有守衛者我們再多一個燃燒瓶 他有多一個櫻桃啦 對可是那個我還是覺得就不要火 這個東西跟火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們剛才選的都選了嘛 誒有運動鞋吧 反正先把東西有的先給他升上去 有的先選有的先選反正沒差 我還是覺得好奇怪 然後你給我這些那就選速度吧 至少足球可以用得到 守衛者也用得到 守衛者也用得到 有點可惜耶 守衛者在這裡的傷害 還記得守衛者是在吸血鬼裡面的聖經 我還蠻愛用他的 因為就覺得有點爽 現在守衛者這類型的東西 很像變成一個非常常見的 類吸血鬼類型非常常見的武器 然後我們的蛋糕再多一點點 不對啊這個蛋糕好詭異喔 對啊如果他把火拿掉的話 感覺比較有新鮮感 有火就瞬間少了一點 而且這個櫻桃也不能吃嘛 除非這個櫻桃可以吃 然後我有把他們的特性 那個科技都給他選上去了 對然後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火焰會發生蔓延 我懂他說的蔓延是什麼意思 我記得以前的蔓延是慢慢長大 他現在是下去之後會擴大 就跟那個聖劍是一樣的道理 守衛者 所以他本來就是火焰的體積變大 我覺得這樣講才對啦 還是他跟以前的蔓延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現在蔓延的好明顯 還是之前就這樣子我已經太久沒用了 然後忘記了 對阿強地彈頭 然後我們剛剛的甜點圈也選到了 前面兩個是甜點我懂的 他說那個不倒翁我是不是很懂的 不是很懂然後我們現在傷害真的有點慘 然後多一個燃燒再給他大一點點 好像打有點久 呵呵呵呵呵呵呵 沒有升級有點可惜 我應該先升到五級再選 好足球鞋 我們還有守衛者嘛 守衛者 欸都還沒進化 聽說進化顏色都會變 至少會變不太一樣了 所以等於是一個外觀兩個用途 有用嗎 造技能造型 以所有的性 目前玩過的性存者類型而言 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不知道之前其他遊戲有沒有 但我是不知道 就都沒看到就都沒看到 那我們現在選什麼 該選的都選了嘛對不對 那就磁鐵 啊還有一個持續時間啦 我還有持續時間沒選 我才可以讓我的甜點圈也給他進化上去 看一下會變成什麼鬼 突然覺得選威測也不錯 威測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把我的一個造型 武器站走 而且他那個武器完全不會影響我的畫面 雖然說會一點點 但是沒有那麼的嚴重 沒有那麼的嚴重 我就可以很單純的去看我想要的 然後混亂之間也是嘛 他其實也還好 也沒有到真正的很混亂 那個追光者跟黑洞 才是真正真正的混亂 現在是13等而已 還久 有了我們的燃燒瓶要進化了 我們的燃燒瓶變 原本是燃燒瓶會變什麼 汽油彈 反正就變一個箱子的東西 那這個會變什麼 他從杯子蛋糕 變大蛋糕嗎 然後那個櫻桃變超大顆 有耶 燃油桶 他名字不換一下嗎 焚盡一切 他完全不做了 有啦有啦有啦 他變燃沒口味啦 我突然覺得這個造型有點敷衍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只做一半 就做一半就做一半 剛剛那個蛋糕還有丟到地上的感覺 這個是完全沒有 就跟之前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多了幾個東西在旁邊旋轉 喔 不知道耶感覺還是可以再調整一下 還是可以再調整一下 這對於我認知的造型而言 很像有蠻大的出入 對這個出入我覺得有一點大 看看其他武器會不會好一點點 說不定只有這個武器比較快嗎 對不對 可是也應該只有這個武器 另外像這個甜甜圈就沒什麼 反正甜甜圈那樣子還能怎麼樣 好混亂之劍 我的持續時間還沒有選到 有一點難 喔有了持續時間 剩下把另外兩個進化 我如果按暫停的話這裡看到畫面 就會是我們看到的外面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聲音也可以換一下 對這個東西是難得有音效的武器 對嗎 這個東西強歸強 就是敗在他的副武器 所以大家才少用 誰要那個金錢對不對 尤其是除了99關可以用金錢以外 其他都沒人用那個金錢 我覺得他是可以調整一下 要不然就是兩個能力 金錢跟什麼什麼能力相互疊加 不然真的有點太可惜 好組出來還沒升滿 來吧繼續 順便 說選食 我只是不想選其他武器而已 我覺得選其他武器就會讓 讓我的畫面變很亂 你看如果這樣子的話畫面多麼的簡單啊 除了那隻青蛙會一直吐彈以外 有點討厭 不然的話都還好 然後把那隻青蛙甩開也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移開就好 青蛙就不會不見了 所以其實整體而已 我覺得還算OK 還算OK還算OK 20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的守衛者還只有兩等 我的傷害有這麼慘嗎 藍油桶最高 其實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要把我的那個 手雷升滿 至少每30秒可以丟一次 沒有也沒有每30秒 我現在沒有升滿 我現在沒有選那個能量的話 是一分鐘丟一顆 然後我的東西也選滿了 所以我等一下真的是一分鐘丟一顆 好啦雷電發射器 這能扛王嗎 我這一套打得了王嗎 足球好足球可以啦 足球想當初也是個神器 要不是這麼多武器下去的話 不然其實早期足球還是蠻香的 23 24 足球 好啦先給我們一個超五好了 對啊 沒有超五真的差太多了 你看我們的傷害 有一點小可憐 好守衛者 終於有第三個守衛者了 總覺得守衛者到後面也變得比較沒有用 主要是因為怪物的特性有點噁心 有耶 量子球 從原本的紅色變成黑色 從原本的圓形的眼睛變成更有福氣的布導翁 然後彈得更快 只不過他快到我也很像感受不出來他在轉了 但是我覺得他比足球好 我覺得這比足球跟量子球還要好一點點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的出來他有在轉 比較有一點感覺 雖然會不會只是我自己的心理感覺而已 對啊 其實都一樣 欸對他也算是唯一有聲音的 對他也是有聲音的耶 他也是有聲音的 現在仔細玩才注意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造型 其實音效應該也可以給他換上去 不然的話有點小可惜 對有點小可惜 好啦守衛者也給他上去了 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 守衛者的進階造型長什麼樣子 持續時間給他延長 甜甜圈變漢堡 蛤 然後我有給他吃那個造型 我有給他吃科技 好奇怪喔 然後漢堡還在轉圈 我覺得可能是第一次吧 我是覺得那個什麼 像那個火焰可以拿掉啊 然後音效也可以調整一下 然後那個呈現方式 我會比較希望有一點關係啊 對啊不然就是那個漢堡 乾脆就不要旋轉了 他就面對著我們然後轉就好 不然這樣好亂喔 我要看到漢堡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你知道嗎 我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守衛者其實也是一個 不要升級會比較強的武器 就如果我持續時間給他上去有沒有 守衛者就可以有兩層守衛者 三層守衛者 甚至沒有到三層 反正就兩層吧 會變得更多 然後這裡的話變成只有一顆很 有無限的守衛者 本來就已經無限了 我們的CD選上去跟那個 持續時間選上去 守衛者本來就無限了 對啊 然後傷害反而還會更高 推過來更成 那我們現在守衛者的話 可以把怪物 雖然說是往外推啦 他是可以彈更遠的 但是他往外長的時候就會漏兵 好啦 教官之怒 我們的教官有了 欸這個時候 還是會受傷欸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教官之怒 右上角那個東西是完全疊不起來的 正常情況下的話 我們應該是可以往上疊才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得閃 啊 那這個做的也做一半而已欸 感覺沒有到很好 對啊 如果可以在裡面防護的話 也不錯啦 所以他只能防怪物壯 該不會不能防遠距離攻擊吧 好奇怪的判定 對啊 照理來講 應該也是要扛住才對啊 欸 雷電 好啦 欸基本上都看完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掛機了 你知道嗎 八分鐘的情況下 東西該生的都生滿了 那我們現在這套裝備 其實也都給他上去了 剩下那個雷電 不過那個雷電升級也沒有意義了 然後我們的速度 力量 磁鐵 這不影響我的傷害 好啦 我們把那個 電池跟持續時間升好升滿 我們就可以掛機到底了 應該就沒有任何問題了 整體而言 是一個新的嘗試 但是總覺得沒有到那個 對於造型 我相信大家玩那麼多遊戲了 現在遊戲都把賣造型 以賣造型而言 我覺得沒有很像 對 我覺得沒有到很像 大家應該會想說 會更多不一樣的東西在這 畢竟他是第一個造型 好啦 我們到這裡很像也沒有什麼意義 對 反正那個手握蛋還是會把我們K到嘛 對不對 好啦我們繼續升級吧 不要管他 我們把力量升好升滿 然後把那個持續時間拉好拉慢 然後差不多打完王 應該就可以掛機了沒有問題 都這個狀況了 又可以吸血又全範圍攻擊 然後又雷電 對啊 這怎麼輸 也不能這麼講 是因為這個賬號 如果正常情況下 選這一套的話 應該是怎麼 怎麼活 這要怎麼活 可是有永恆手套 那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了 說不定永恆手套 就算在之前的狀況 也應該也是活得下去 永恆手套真的是太能夠取代這一切的一切 我們把速度也給他拉好拉滿 讓我們那個蛇也快一點點 讓我們的蛇蛇貪吃劍 也給他上去 別動 其實我現在也可以去死 我現在死掉的話 我們的傷害可以加20% 我們的傷害會更高 對啊 反正能死就死 我們現在死掉也是可以加20%的傷害 那完全不一樣 我只要死個不用5次 1.2x1.2 應該乘個4次應該就已經2倍了吧 是嗎 我現在沒有辦法心算那麼多 但是應該是吧 還是1.96差一點點 反正很快啦 我只要死一次加20% 因為那個 那個 鎧甲 那個永恆戰衣的關係 好 134 這個是正常的 復活 還不需要用到復活幣 可是這邊我就不需要用復活幣了 這樣有點小奢侈 雖然說復活幣很像也沒有必要 還有還是161.8b 完完全全沒有辦法 我們的那個手榴彈 完全撐不上我們的主武器 好啦 該生的都生滿了 打Boss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oss 要怎麼等一下死掉吧 應該也是秒殺啦 他其實有扛一下 他其實有扛一下 所以代表說我們的主宰之劍傷害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就是以打王而言的話 不然我們剛剛到底是哪一個東西在打王 我們的寵物也不見了 好啦基本上應該怪物是過不來的啦 就算過得來我們也有燃燒彈在這裡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掛機一下 沒意外的話應該15分鐘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等等見吧 到最後我們在第14分鐘的時候先給他停下來 我這邊應該是會用跳的啦 因為我們的磁鐵有一點太大了 所以還是會升到等級 然後我們的傷害不夠把怪物給他打在外面 會有一點尷尬 對這也算是磁鐵太大的一個困擾 不能選磁鐵 選了磁鐵之後反則不能掛機了 對因為他會一直升級 升級的話你就要過來點他就會很煩 那我這邊用加速的話 那畫面會一直閃爍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好啦我們這邊是97回合38000多隻 最終還是我們的主宰之劍這個傷害真的是差太多了 然後我們的量子球傷害還蠻高的耶 比起我們的教官之怒還要更強耶 真的是完全沒得比啦 那教官之怒在這個世界 有一點詭異啦 對我還真的不懂他的定義在哪裡 如果以拍片的定義而言的話還不錯啦 反正他就可以讓我們的畫面變得比較乾淨 我就可以少選一個技能 那我這邊就多選一個雷電的話 你看我上面三個東西都是我想要拍的畫面 還可以還不錯 OK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之後的特性之後的造型會有所 再更多一點啦 像是真正完完全全把舊的造型全部取代掉 然後還有聲音的部分 我覺得都可以把它拿掉 會比較好 甚至說造型會有能力嗎 可是如果造型有能力的話 感覺那就又另外一個味道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想看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個讚呢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3 2 1 掰掰 1 1 3 2 3 3